字幕提供 科林大哥25歲生神快樂 保持著 保持著25歲 最開心就是這樣 今年除了你2023年的大計 當然最重要是早日去到我們背後的背景 早日去到日本 你最開心嗎 去的是需要水腳 水腳又需要錢 當然需要工作 今天有份筍工介紹給你 這件事厲害 行政長官辦公室 又來了 請影片製作主任 適合你 月薪 綠雞 6萬100元 負責做什麼 負責直播活動和訪問 你聽到 簡直是開了我們的飯 你沒什麼不懂做 其實我也看過不少政府 你知道前陣子 哪個呢 有一個TVB做政府 Bermy Bermy 現在沒有做了 現在沒有做了 好像是政府新聞處 對 然後我去看 我真的有看過 前陣子已經推出過一系列 政府不知聘請什麼部門 有些都教我們 久不適也有這些新聞 久不適也有這些新聞 然後我去看 那些學歷要求 我真的很後悔沒有好好讀書 也不是要好 我有的 未到 我們到了這個年紀 可以支力搭舊 支力搭舊 所以就是 好像我們可以拿兩元坐車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 可以拿兩元坐車 差不多 事實支力是完全搭舊 我覺得 但因為你進入那一刻 還有 真的很壞 我們這麼多年 我想我跟你也一樣 哪有好好的做個CV 你要我做的 你跟拿我的命一樣 我最後要拿身邊的人幫忙做 才做出來 我有的 我有的 用了百年 你要明白 我們的CV不是叫做做出來 我們的CV叫做擠出來 什麼叫擠出來 就是一個很狹窄 很硬用力道的底下 才能夠擠出來的 對 CV來說對我們 當然我收了很多CV 看好東西也有很多 但是自己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們要去找工作 或者其他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那份東西 夠不夠力 我離開了電台的那一年 是第一個難關 面對這個 一看到其實很老實 當你完成之後 你心想 其實都是寫你自己的東西 有什麼困難 就是全部都是你 你說叫你寫過你不認識的人 硬要歌頌他 你就說辛苦 是你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對著 就很痛苦 對 就是那個簡介 你究竟是用一些有創意的文字 還是很公平的寫 我們的痛苦是什麼 一般人對於CV 就是說 總之你人生做過什麼 無料地就裝到四條 總之說到自己做過什麼 就算不關你的事 你走過見到 你都當作主辦單位這樣寫 就可以了 有些人是這樣 但我們又不行 我們又在想 我們會在那一刻 平時的人是無恥的 但到那一刻 你就會有廉恥 對 那個show又不是我 是executive director 我沒理由寫自己 是direct那件事 但好像不夠厲害 又不夠威 我們做過很多事情 但又不知道 放什麼出來才叫威 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跟做電台有關係 做電台的人 某程度上 雖然口裡面 認屎認屁 心裡面 是 subtle 你比在外面 很多就是 那些假裝是 subtle 但認屎認屁 對 到我們有時候 要我們這樣 不要 乖 不要 而且有些時候 不是高傲自大 因為我們成長的慣性 就是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讓別人看到 別人知道 別人找你做 對 例如是找你錄個VO 對 例如是找你做個MC 是 我想我們都經歷過一件事 就是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有個客人問你 有沒有一些MC 你做MC的reference 或者是你做MC的一個 一個簡歷 你覺得 你選什麼 選什麼 沒有 人生為我選 因為我們以前 成一件演唱會MC 因為別人覺得CV 就是不認識你 就要透過CV認識你 對 我們是壞的 覺得自己應該 你家仔不認識我嗎 所以我不是處於這個自大 而是找得你的 可能是對你有少許認識 才會找你 只是這樣 或者希望你會對我認識 對 就像昨天這樣 我們的老友 問我 你有沒有VO的demo 或者VO的存副reference 我突然間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幾年前 我記得 因為有人問過我 我嘗試找一些連結 我嘗試找那個訊息 但已經是年代久遠了 應該是沒有了 然後我勉強找幾個reference 整個簡歷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幾條鞋子 很散骨碎 先頂住牛龜 不如你直接把這份稿 發給我 我錄給你 對 我說我現在馬上錄給你 你有什麼聲音 你說就可以了 做給你 對 會出現這些狀態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上 所以當你說 我看到這些政府工 或者這些信工 我首先看到他們 入職要求 有時候不對 一定要學試學位 不知道怎樣 我只看到experience 我是遠超 遠超通常是三年五年 十幾年 十幾年 二十年都來頭 對 十幾年經驗 然後那些人 我認識了 不懂 但到那一刻 你要發東西 我死了 發什麼過去 發什麼 發什麼過去 發一張玉罩給你 認識我 發什麼過去好 那就是 那一刻 行政長官辦公室 請影片製作主任 月薪六萬一百元 負責直播和訪問 是啊 那… 負責訪問他嗎 是啊 當然了 難道訪問你嗎 還是他被訪問的時候 你要負責 其實我… 你要拍Making off 我猜 其實我覺得我挺適合 做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挺聰明的 臭乎老闆 是啊 這個我最近有同一個朋友 在這裡聊這個話題 接著說起這方面 我第一件事就是 當然聊的時候 說阿斌你這輩子 都不會做到這些事 對 我說對 我是會打架的 我前面的客人都會 對 接著怎麼說起 說起你 他說有些計 他在這方面是… 錯慣女兒 是啊 真的不同 這個我要多謝… D女 過往的女 我要多謝D女 其實上當年南山 當我們Head的時候 為什麼 他說第一個解僱我 是嗎 接著第二個是我 是嗎 不是… 他那時候 因為我很年輕 但沒有解僱 我很年輕 超年輕 他就… 逐個逐個DJ 逐個同事 了解 聊天 當然我當時不太明白他說什麼 但是再想一想 他就問我喜歡什麼 你儘管說吧 你其實喜歡什麼 你應該把你喜歡的那個心力 嘗試一下放在你的工作上面 喜歡扣女兒 對了 我當時我不知道 我想了一天 我想了一天回去 你扣女兒為什麼 我喜歡扣女兒 他喜歡玩 你個人勢嗎 死笨 他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你喜歡什麼 還有你好奇心 應該放大 然後… 其實放大 然後呢 在成長上面 雖然你生日 照照照 你要在這些位置 我真的忍耐不住 忍耐不住 忍耐不住 成長上面 他就說你喜歡什麼 我第二天真的 我喜歡扣女兒 我喜歡女兒 你真的這樣回答嗎 對 很有型 我真的有 他瘋了 他瘋了 扣女兒 我忘了她怎麼回答我 是性感的女兒 還是沒那麼性感的女兒 色處公仔面的女兒 是穿短裙 還是穿長裙 她不會 還是穿一接裙 那時候 我之後想 我怎樣把那套力 放在我的工作上 用了很多年的時間 慢慢去發掘自己的力度 是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代人處事 所有事情 你都說了 可能我有些辦法 因為我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如果作為一個廣告導演的身份 我會做了所謂AS 這個最可憐 因為我由Present 去到拍攝 去到樂場 當然 有時候我真的樂場很忙碌的時候 我未必可以照顧到客戶 但是我都盡我能力去照顧 有時候我可能的崗位 或者身份上 可能是我 可能後退一點 我有執行的導演去幫我 那我和客戶一起坐的時候 我都會很照顧他們 這個是我 拖人的手 冷氣冷 是啊 以後有看屏幕 我有件外套 你有沒有外套 眼仔有沒有夾 看屏幕看得久 有眼藥水 是啊 我的房間沒那麼大風 哈哈哈哈